我们见不见到世界即将结束的笑头? 你知不知道圣经准确地预言了这些事件? 耶稣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有没有显现? 在今次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学习圣经还有关末期的预言 就是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要发生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学到我们可以如何做好准备 朋友,我们有盼望,因为在混乱之中,我们知道有美好的期待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和点击通知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将来的视频了 我是海米,我将会通过揭臂、圣经预言来回答刚才那些问题了 混乱在全球范围内激增 今天有很多疯狂的枪击事件报道 政治性的分裂和全球性的流行病在全球肆虐 真的好像世界每日那样 我们正走向一个世界的新秩序吗? 接着会发生什么? 欢迎你和国际报道家海米·欧特曼一同来揭示圣经真理 并从圣经中探明你问题的答案 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他目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困难 但从他们之中,他发现了希望的神迹 欢迎来到揭臂圣经预言2.0 上一集,我们开始了一个令人难以咨询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古代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王 和上帝赐给他的一个梦 那个梦预言了世界各大帝国的兴衰 在耶稣预言这个世界末期的大事件将要怎样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相信?亲爱的朋友确实是这样 上帝遵守了他向我们发出的每一个应许 圣经也向我们指明上帝心爱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是他爱你 在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将会坐在耶稣的脚前 聆听一个令人警醒的教导 他讲述了世界末期的笑头 你绝对不用错过耶稣在这个重要主题上伺给我们的指示 但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 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蝎备圣经预言的一些指南 我们为你提供了几种资料 你可以通过点击下面的连结来查看 或是通过awr.org.bible 首先你可以找到所有已经传档的广导和其他人一起看 第二,我们蝎备圣经预言的一个系列的目标 是为你提供在属灵上成长的工具 所以我们邀请你注册我们的线上圣经学校 你将会藉此有机会更深入的学习到更多圣经主题 第三,在观看这些广导当中 你或是会有疑问 这个时候我们是有线上圣经老师等待着回答你的问题 同样的,你只需要点击下面的连结 他们期待着回答你的疑问 另外,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视频的线上聊天室 我们非常期待跟你互动 在我们开始第二个讲到视笑之前 让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宇宙的大君王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想了解你赐给我们的视笑 让我们可以提早得到警告 知道如何为他们做准备 令我们不怕,令我们要依靠你 主啊,在我们学习你赐给我们的警告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更加深地去爱你 我们爱你,敬拜你 但愿很多想知道这些末后事情的人 能够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找到他们的答案 好让他们从你的声言里得到确实的保障 奉主耶稣基督生命祈求,阿们 我们处于一场全球性的隔离当中 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 这一场是史无前例 很多人为自己和他们的亲友忧心忡忡 潜在的经济灾难也是迫在眉睫 超市里面很多的货架上面都清空了 你或者没办法得到你所需要的物品 你或者担心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大脑里面充满着各种的问题 经济会不会就这样崩溃呢? 我们还能够公养家人和会不会有住的地方呢? 科学家发明出来的疫苗是否真的帮到我们呢? 今晚在我们环顾世界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困惑和烦恼 各种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 正是变得越来越焦虑 面对未来,他们是充满着忧虑 他们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圣经语言清楚地启示了上帝对于未来的计划 让我们重复这个系列的一个原则 如果它与圣经相符的,我相信 如果是与圣经不相符的,我就不相信了 启示录书的开始和结束是以耶稣荣耀的江林为特征 启示录一章七节应许说 看啊!他驾运江林,终目要看见他 连似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爱慾 这说是真实的,阿门 启示录指示我们要举目望天 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问题 转向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耶稣 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指出 我们来耶稣第二次江林是有多近的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说 证明者是的说,是了,我必快来 阿门,主耶稣说,我愿你来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耶稣一连三次的说,我必快来 他希望我们为这个重大的事件做好准备 你或许会想知道耶稣会多快来到呢? 耶稣的门徒也很想知道 他们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节 直接就问耶稣 你江林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在第二十四章 耶稣列出了他江林的二十几个预兆 有没有令你觉得很兴奋? 他非常爱我们 他提前就告诉我们 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预兆 在一次奇妙的讲道中 耶稣将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的毁灭 和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交集在一起 他预言了他福林的预兆 将要发生在宗教领域 政治领域 自然界 社会文化领域 第一种预兆发生在宗教领域 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 看一看耶稣的警告 因为假基督,假先至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歧视 第二次降临之前 我们应该预料到假教导的激增 假无为善的宗教领袖欺骗人们 他们藉着虚假的神迹歧视 误到人去远离上帝 并非所有神迹都是来自上帝中心的乙女 圣经教导说,斜令亦能行神迹 让我们来看看启示六十六章十四节 因为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黄那里 叫全世界在上帝传能者的大日聚集真战 这些假教师,用他们所谓的奇迹 来证明他们的能力 好让你相信他们的教导 这些御兆是魔鬼发明的 是用来欺骗人的手段 他们是假冒的 而他们做得越接近真实 可信性就越高 朋友,这就是为什么 你需要亲自学习圣经的原因 如果你的宗教老师 引你远离圣经的 你就一定要小心 一个真的教师 他们的圣经标准是如何? 约翰一书二章四节 人若说我认识他 不进守他的戒命便是说芳华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所以一个真的教师 将会进守戒命和传讲真理 所以你要小心 如果有人来找你 说他们可以行成绩 可以治病的 如果他们有无视圣经 很简单明确的教导 请你快点走开 走去你的圣经里 这就是为什么 我将每一节的经文 都放在螢幕上的原因 好让你能够亲眼的见到他们 请你亲自在圣经里查考 我向你保证 在我们所有的讲道里面 我们单单用上帝的话语 作为我们的指导 我要请你亲自去研究 不要以我的说话来做标准 你需要确保你相信的是真理 你知道 耶和华如此说 法器异端邪教的假教师 在世界各地兴起 这件事我们知道的 例如日本人麻原章坊 出版了一本书 并且自称为基督 他还性称为 唯独自己是日本完全成佛的大师 还自称为上帝的羔羊 麻原章坊 声称他能够将属灵的能力 传给他的追随者 除去他们的罪恶和因果报应 在他的输出版了三年之后 他的追随者在东京的地铁里面 释放了一种致命的气体 造成十三人死亡 几千人的受伤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面 自封为神的属灵领袖 在数量上都迅速增加 在非洲大陆上 约瑟夫·基维特尔 和克里多利亚·姆维林德 造成素巴哥他们的追随者 在吃了三头公牛 和饮用了七十箱的软饮料 集体的自焚 最终有924人死亡 耶稣还警告 神秘的活动将在末期的灵媒现象中大爆发 有关神秘和魔法现象的书 在市场上销售量高达数百万本 超自然话题的事物 充斥着我们的热卖电影 和电视节目 互联网上还有无数推广 这个现象的网站 越来越多人转向灵媒 巫师和占星术等等 急切的人们在探究他们的问题 的真正答案 但他们不会在星星里找到答案 我们可以看到假基督 和假仙子是末后的一个预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4章6-7 耶稣说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耶稣预言到世界末日之前 将会有国际性的冲突 在全球范围里发生 换句话说地球上将会发生世界大战 如今我们回顾上世纪 让我们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 有一位社会学家估计在20世纪 单单只是战争 就导致了1.8亿的丧生 在21世纪 全球发生过很多次的冲突 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护克兰、也门、敘利亚 这只是几个例子 毁灭性的破坏随着战争而发生 各种不确定和动荡 发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人们都在寻找希望 但唯一真实的希望是我们的救主基督 在这个星球上 无论你住在哪里 人们都是渴望和平 但世界的和平很脆弱 圣经预言人类揭力实现世界和平的一切努力都会失败 士图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三节描述 因为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再和忽然临到他们 他们绝不能逃脱 一个梦想终结一切战争和平条约的经典例子 就是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梵义塞条约 由此成立了国际联盟 但并没有起作用 没多久,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然后由此导致了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 但这一切努力都未能实现世界和平 我们知道战争是继续吞灭这个星球 上帝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他看到我们的时代 今日人类前所未有的 拥有着自我毁灭的能力 耶稣再来的时候 将会是我们人类有能力摧毁这个地球的时候 在一百年前 我们人类有没有这种能力? 当然没有 但今天我们拥有核武器 已经足够毁灭地球很多次了 耶稣应许说 在世界将要布满恐惧之时 祂将会介入、干预和拯救我们 《路加福音》21章26节说 人们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因为天势都要震动 在世界向你关闭 以及恐惧笼罩你心灵的时候 你需要转眼仰望耶稣 因为祂是和平的君王 一切历史都是迈向一个伟大的巅峰 耶稣说 你的眼睛要转来地球 定征在上帝所启示的现实上面 祂说我快要回来了 朋友 揭秘这些圣经预言指明我们有希望 我们见过了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预兆 那圣经又如何说自然界的预兆呢? 圣经预言自然界将会实雄 在耶稣降临之前 我们应该想到会有龙卷风 火灾、洪水、颱风 还有毁灭性的瘟疫 这些我们几乎没办法想象 在这些自然灾害当中 圣经预言了全球性的饥饿和饥荒 在马太福音24章7节说 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 发生在很多地方 如今我们经常遇到饥荒和饥饿的儿童 但区别是它正在升级 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不断增多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处 直至2019年底 全球有1.35亿的人正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 但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 实施着强制隔离的时候 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到2.65亿 这个报告继续说 在冠状病毒成为一个挑战之前 2020年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的时期 原因有很多 当全世界有冠状病毒引起的死亡 在继续攀升的时候 世界粮食计划处警告说 世界有可能面临饥饿大流行灾难 因为最需要食物的人数 今年很有可能会翻倍 例如如今印度有数百万的人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失业了很多个星期 他们就深陷饥饿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这次隔离封锁可能带来全球性大饥饿 造成人类饥饿的另一个因素 是发生在很多地方的一个奇怪现象 从2019年开始 整个非洲 阿拉伯半岛 和南亚发生一次的蝗虫侵海 这次 沙漠蝗虫的爆发 是威胁着整个地区的食物供应 有越来越多人需要食物 但食物越来越少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圣经所预言的 正是一步一步的应验 让我们再看看 《马太福音》24章7节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嗯,这是一个很不尋常的词语 什么是瘟疫? 它是一种传染性流行病 亦是有毒或致命性的 例如我们当前所经历的新冠肺炎 同样,圣经预言亦是应验了 有数百万人死于媒介传播的疾病或瘟疫 如药疾、登革热、旺热病和日本脑炎 你听说过农座物上的杀虫劑 农库在农座物上噴灑农药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病正在毁害农座物 耶稣还在《马太福音》24章7节警告说 地上将会发生地震 各地将会有饥荒、瘟疫和地震 国家地震资讯中心 平均每年记录有2万次地震发生 我们的世界上每天大概有50次地震 而每年大概有超过数百万次地震 是因为震级太弱而没有被记录低 自从2000年以来 据估计有超过80万人死于地震和相关海啸中 让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11节 将有大地震、各处有饥荒、瘟疫 又有恐怖的异象 和大衣笑从天上显然 这种自然界的剧变将会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 巨风、台风、龙卷风、洪水和火灾 将会相计迅速发生 你知不知道在2019年单单发生在自然灾害上 用到的钱就有400亿美元 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火灾发生 就像加利福利亚的大火、澳大利亚的火灾破坏 在新南威尔士州 他们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 大火烧毁了1360万英亩土地 大约是整个州的6% 去年津巴布威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是由热带气旋爱代带来的 在2019年 巴哈马遭受了台风多利安带来的最严重自然灾害 几个月前 在菲律宾八打眼 全世界目睹了陶火山的噴法 几个星期前 在这座美丽的山顶上 我和我的涉制组刚刚才拍摄了一个奇妙的故事 这些自然灾害是预言应验的征兆 我们可以相信圣经 因为耶稣提前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 不是为了要吓我们 而是想要告知我们 因为祂非常爱我们 我们都见过圣经提及到的 在宗教领域、政治领域和自然界当中 有关耶稣降临的征兆 现在让我们看看有关社会领域的预言 我们的上帝预言社会道德将会沦丧 并将在耶稣第二次降临前瓦解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说 罗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光临也要怎样 那罗亚时代又是怎样的日子呢? 人们专注自己 自我满足 他们只是想着享乐 和不停的参加宴会 他们尋欢作乐 他们醉酒和贪爱宴落 他们只是想着吃喝玩乐 完全忽视了上帝的教导 在《创世记》6章11-12节 圣经提到罗亚的时代说 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上帝观看世界 见事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在罗亚的时代 上帝用洪水毁灭了世界 因为世上充满了暴力 通过他们的行为 他们显明了自己是不想认罪悔改 人们变得非常横梗 因为他们不停拒绝上帝的圣言 他们对淑灵的事情毫不理睬 结果在他们目睹一个超自然的奇迹 也就是说动物井然有罪的 一一走进方舟的时候 竟然都没有唤醒他们 遍客以后 他们才感觉到上帝的歧视 他们的世界就要终结了 朋友啊 我们不要像罗亚时代的人一样麻木 你见不见到玉兆啊 连我们当中最不惊心的观察者 也知道 刚刚过去的上年 上个月 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 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当中 每个人都感受到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主很快就会降临 是啊 他很快就回来了 大约我们像罗亚一样 他知道他生活的时代 而且他和他的家人都信从上帝的说话 并且进入了方舟 圣经还预言经济动荡是末期的一个预兆 在雅各书五章一至三节描述 你们这些腹竹人 应当哭一毫哭 因为将有苦难淋到你们身上 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你的金银被腐食了 那受要证明你们的不是 又要吃你们的肉 愚痛火烧 你们在这抹世只知即赚钱财 哇 启示录十八章十七节说 一时之间这摩大的腹口就归于无有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我们见到股市崩溃 耶稣就快要来了 这些预言今天正是仍然在我们眼前 但有一个预兆 将毫无疑问的 证明了我们的确生活在人类历史的末期 它是什么呢? 耶稣所说的最后一个预兆 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福音将要传遍全世界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 我很喜欢这个经文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启示录十四章六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全级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在摄制奇迹的旅行中 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 我亲眼目睹了 上帝是拯救着要不可及的人 现在正在发生着 你们现在观看着这个报导系列的每一个人 亦都在应验着这个伟大的预言 正如在世界各地一齐听着这个福音讯息的人一样 在我的工作中 我亲眼目睹了 上帝完全没有左隔 没有边界 亦都没有限制 跟我来看看 我们一起来到菲律宾群岛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群反政府的恐怖分子 他们躲在山顶上 在过去的49年里 他们一直通过游击战争 控制着这个地区 他们自称为新人民军 NPA 这些人决心要推翻政府 在新人民军和政府军之间的这场战争中 有四万多名当地人死亡 这些山区的土著人都是传统的异教徒 他们只准去每个家庭生育三个BB 如果生第四个的话 第四个BB就会立即被活埋 在这个文化里面 13岁的女孩就要被逼结婚 而男人只需要支付400菲律宾披索 就可以交换妻子 即是大约等于8元的美金 就像所有人一样 这些人都需要耶稣以及他拯救生命的原则 两年多前 福林世界广播电台开始 从沿海的城市向最高的山顶 广播圣经资讯 有一些NPA反政府分子 收听了这个基督教的电台 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他们的心被耶稣的爱所感动 有一个最高的指挥官 命令他的四个士兵去尋找电台的广播员 将他带到他们偏远的营地 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他们向他查询有关耶稣和圣经的问题 过了没多久 查经员就被猜派到叢林里面 带领反政府军庄的很多人学圣经 上帝的真理就迅速的传遍了118个村庄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我们的团队有机会见证了60名反政府武装士兵 和他们五个最高将领的洗礼 这只是刚刚开始 之后还有几百人受洗 反政府恐怖分子放下他们的AK47步枪 来换得圣经和基督徒的生生活 他们很多人都学会了新的营生手艺 例如奸作和学买卖 我的摄制队同学都有机会 去到拍摄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见证 并且将他们的故事制作成为一个简短的记录片 我要跟你分享的其中一个见证 他的名字叫弹以利 他的爸爸是新人民军的一个指挥官 他的叔叔和堂哥也参加了部队 弹以利在武装队伍中长大 这就是他知道的生活 在13岁那一年他第一次杀人 没多久之后他就被授予重要的銜头 即是整个新人民军的职业杀手 他真的很擅长杀人 并且成为全菲律宾的首席 职业杀手 他都没办法记得他杀了多少人 因为实在太多了 从政客到军人到警员和当地的罪犯 他杀的人越多 他就变得越麻木 他从来都不想记起受害者的面容 直至有一天 他收到一个命令 是要去杀害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首先他绑架了那位牧师 将他隐藏在松林中 这个牧师懇求饶命 虽然弹以利被这个牧师眼中的人词所惊爱 但他也是扣动了板机 弹以杀人而出名 但弹以利怎样都忘记不了这个牧师的面容 这个记忆始终折磨着他 他找不到耐心的平安 每隔两个月 新人民军NPA的士兵 便可以离开这个隐物的地方 回家和家人团聚三天 在弹以利走入他家屋的时候 他听到有一台收音机 只是大声的播放 他的太太和小孩在听一个基督教的圣经节目 他认出这个是福林世界广播电台 他知道有一些新人民军NPA的战友也收听了 然后就放弃了战争 然后受了洗 但这次是他第一次亲耳听 但弹以利听到有一位仁慈的救主 撇低了他99只羊 去到寻找迷失的那只 但弹以利的心被感动 在那一刻 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那只迷失的羊 他的心软下来 而且但弹以利和他的太太也参加了圣经学习 并且和新人民军的四位将领一起受洗 现在在山区的丛林里 但弹以利肩负住向成千上万的新人民军 去到分享耶稣的使命 让他们都可以过上充满平安 充满永生盼望的美好生活 朋友 马太福音24章14节将会成为现实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请大家跟我来赞比亚 一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 我和我的三个摄影师走入这个国家 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面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摄影器材 叫我们在一个等候室里面等 当时的值班警卫不知道我们受邀请 他和我们说从来没有媒体被准备入他们的监狱里面 但他们确认我们是福林世界广播电台后 他们护送我们入到他们的监狱里面 这是前所未有的 你看看上帝为福音的真理开辟了一条道路 为要通过无线电波进入他们的牢房 来拯救这班囚犯 这个监狱一般有2400名囚犯 如今已经有1150多人受了洗 你相信吗? 在250名死囚当中 有50多人就接受了耶稣 这个监狱里面真的有很多相信圣经 爱耶稣和充满平安的基督徒 他们在耶稣里面有希望 连赞比亚的总警监都和我们会面来表达他的感谢 因为AWR改变了他监狱里面的气氛 对呀!上帝可以做到这一切 哈利路亚!上帝是很奇妙的,对不对? 他只是拯救这个地球上最偏僻过落最不可能接触的人 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 如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一样 他一定有回想他的一生 他所做的选择 他知道他是最有应得 但他身边的耶稣是甘和平和良善 他甚至为迫害他的人去祈祷 这个强盗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在他最后的言语里面 他只求耶稣纪念他 耶稣向那位强盗保证他得蒙救赎 从那一刻起,他坏了希望而死 同样的希望也刺了被这班死囚 在这次旅行当中 在我们访问站比亚监狱的时候 AWR在这个国家有1,700多个报道会场地 其中的1,000个报道会场地 就在首都劳沙卡 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而这班人和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圣经主题 是一模一样的 在三周的报道会结束时 有1,000,000人受洗 你说是否很奇妙呢? 但大家等 上帝有一个更大的惊喜 当我们在奴旺达展开全国性的报道会的时候 在三周的报道会结束时 有10,000,000人受洗 你听到吗? 一天就有10,000,000人受洗 那些人渴望圣经中的真理 无论他们的文化是什么 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 这些都是人需要上帝的愿望 我一直都和你分享非常奇妙的故事 但请记住在这些大规模的洗礼中 上帝是一一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 接下来我想和你们讲一讲流变的故事 流变生活在阿根廷 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 但是在他立志决定要实现做一名成功商人的梦想的时候 他就远离上帝 没多久之后他有了兴隆的商业 也登上人生的巅峰 而且他一切都好像很顺利 但有一天在他下班的时候 他伸长手想摘一辆巴士 但司机竟然见他不到 他就被卷进车底下 在ICU病房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脚骨折、肺破裂和身体多处受伤 他经历了很漫长而痛苦的康复过程 但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帮助他度过了难熬的这几个月 在流变被拖进车底失去意识的时候 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 你不孤独,你将会得胜这个患难 并且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平安 就临到他身上 而且他就感觉到希望 在医院的四个月之后 流变坐着轮椅回家 他立即意识到 他不能再做以往他喜欢的活动了 他告诉我们 他慢慢陷入了重度的抑郁 我没有了我的工作 我的钱 我的生意 还有我在社区里的声望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 在我的痛苦里,我决定 我不想再活下去了 有一天,流变秀决定他要通过自杀 来结束他痛苦的生活 在他拿起刀上割手碗的时候 正在播放的收音机突然之间换了节目 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而且令到他很吃惊 还有一件事令他最震惊的 就是他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这把声音在他在医院重症病房的时候 所听到的声音是同一个声音 跟他说他不孤单 以及他会胜过这场仗 他有感觉到当时他在医院里感受到的平安 这种平安充满了他 而自杀的念头也消失 奇妙的是,流变所不知道的是 这个真是很有趣的地方 他当日所收听的是我们AWR的一个广播站 第一个广播员的视播 自此之后他每天都会收听这个电台的节目 他听到的消息感动了他的心 流变有一种要认识真理的强烈愿望 如今流变已经完全康复了 他在当地的教会也很热心地带领着 每一个星期的学习圣经小组 但最美好的是他每一天不停地行走 和分享耶稣救赎的福音 这是他以为他再做不到的事 亲爱的朋友,就像你所知的福音可以通过 广播、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跨越一切障碍 很多人都可以在他们的手机接收短信 和通过手机去学习圣经 上帝正是千方百计的拯救人们 从偏远的乡村到荒良的沙漠 到富裕的家庭和封闭的社区 到监狱到城市里的青少年 福音在当今的世界末期 正是以惊人的方式传播开来 数百万人正是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所震动 时代在变,数百万人正是转来这个世界的不确定 为要尋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很多人舍弃一切为了将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上帝在行动,他在做一件大事 他正在实现预言 我们就要踏进上帝的国度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 警告过我们的预兆正是变得越来越频密和强烈 亲爱的朋友,这是午夜时刻 上帝呼召你为祂的福林做好准备 耶稣在升天前 向祂的门徒所说的说话是这样的 我如今要离开你们,但不是永远 有一天我将会回来,在我回来之前 世界似乎将要崩溃 国与国将会互相斗争,战争将会来临 的确,是这一切开始发生之事 就是我们仰望那临近的救赎之事 耶稣说 我尝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 请记住,我爱你 耶稣只是求一件事 祂渴望你将你的心给祂 和祂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耶稣在第二次降临就是为了要与你团圆 这一刻,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心献给耶稣 你愿不愿意说 耶稣,我见到时代的预兆 很明显,我知道你很快就要来到 很明显,我是想为你做好准备 这一刻,你可以透过你的电脑、手机 或者平板点击下面的连结 表达你想要做好准备 你想要将你的心献给耶稣 让我们抵头祈祷 天父,在我们见到当今世界的混乱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感恩 因为你早已经警告了我们 这些事情将要发生 你向我们保证你掌管一切 请你接受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为耶稣的即将降临做好准备 奉耶稣宝贵的生命祈求,阿们 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 我们的《线上圣经》老师 正在等待解答你的问题 只需要按一下视频下方的连结 你也可以在这里注册我们的《线上圣经》学习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邀请你参加我们下一集的《广道》 主题是《警告》 我们将会学习三天使的信息 和上帝向我们这个时代发出的信息 你绝对不会想错过 再一次多谢你参加《揭秘圣经》寓言 选择上帝的道路 再见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真理 我邀请你在下面订阅 还有可以按这里 去到看我最喜欢的视频 你也可以点击这里 左上角去到收看本系列的全集 请不吝点赞